台山核電站2號機組 明年上半年投產 傳真社踢爆 核電站聯營公司向法國核安全局承認 2號機組架蒸氣發生氣頂蓋 圓餅型鋼材碳含量超標 機械人性由偏差 法國核安全局信件亦證實 零件價碳含量達到0.302% 超出0.22%的標準 蒸氣發生氣要承受攝氏320度的高溫 和155倍的大氣壓力 破壞會影響主迴路冷卻水供應 令反應堆森過熱溶化 導致洩漏核輻射